在综艺节目《演员请就位》中 悦人无数的陈凯歌导演就评价张哲瀚 有一双韩琴幕 而山河令的制片人马涛也正是看了这个节目 一眼便相中了这个韩琴默默的犹豫男人 或许制片人真的是中了这双韩琴幕的魔咒吧 山河令中 天窗组织首领周子舒性格刚毅 潇洒自由 眼睛里满是温柔 处世光明磊落 待人真诚包容 所以张哲瀚是凭着优越的自身条件 和有目共睹的实力成功赢得了制片人的目光的 的确张哲瀚塑造的周子舒 也成为观众们心中永不磨灭的感动 这一角色非张哲瀚莫属 除此之外 张哲瀚也成功地演绎了许多动人的歌曲 他以歌为媒介 将自己想诉说的情感寄于其中 2020年10月 2020年10月张哲瀚发行了歌曲《我遇见我》 看歌名就可以知道 这首歌是他和自己的一次深度对话 除此之外 轻快的旋律也为整首歌增添了一丝俏皮和欢乐 在另一曲歌曲《不说》中 这次张哲瀚亲自作词 将对生活细节的观察和体悟缓缓道出 成为粉丝们更好认识自己的一个桥梁 随着单改剧《山河令》的大热 对于粉丝数的急剧攀升 流量的接踵而至 人气的日益增多 张哲瀚显得极其冷静 在他的眼中 他并没有将流量 人气 粉丝数量 作为演员的必备品 因为 他深知 比他演技好的演员 实在太多太多 很多有实力的演员 一生或许也不会迎来 名利双收的高光时刻 所以 自己到现在这个位置 有流量的加成 运气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只是老天对自己的额外奖赏 对于一夜之间 迅猛增长的人气 对于这样的额外奖赏 对于四面八方 对自己涌过来的爱 张哲瀚想到 以后也会有无数双眼睛 在期待甚至审视着自己 而张哲瀚能做的 只有用更好的工作状态 更好的作品去回馈 回馈给爱自己的人 在一次采访中 张哲瀚直言 爱并不是温柔 对于他来说 爱更像是迷人而幼 未知的大海 又让他沉醉在 其中的温暖洋流 更有充满神秘色彩的 惊涛骇浪 谈到自己为何要选择 演员这个职业时 张哲瀚曾经坦言 与其说我选择了演戏 不如说演员这个职业 选择了我 在综艺节目 演员请就位中 他努力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只为了找到更好的自己 在这之中 自然有万分不易 但对于演员张哲瀚来说 他完全没有后悔 走出这一步 因为在一部一个脚印中 他开始真正的意识到 演员除了呈现角色之外 还有着其他的社会价值 在塑造角色人物时 要将世界对他的善意 都融入到角色之中 要承担起赋予角色 爱与善意的使命 让镜头前后的人性相互连接 当任播剧《山河令》 正式和观众C顾拜时 作为主角之一的张哲瀚 在微博中发文告别 在文章之中 他讲述了目前幕后的 自己的心路历程 谢谢主创伙伴们 和所有工作人员 阿旭好好生活 皆如所愿 回归张哲瀚 人生是由一个 又一个角色组成 故事结束 下个见 这的确是张哲瀚的心理化 在演员这条路上 无论置身于何种境地 张哲瀚这个即将步入 尔历之年的大男孩 始终都在自己的追梦之旅中 坚定而又有力地 一步一步地向前迈着 移引着 下一个 队